大家好,我们来自台中市惠文国小 我们的题目是 隐形的木材、透明木材的制作、性质与应用 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有美国的科学家 制作出有着高透光率的透明木材 这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我们将实验分为三个部分 先后探讨了透明木材的制作方式、性质检测及应用 最后,我们也探讨出透明木材的最佳配方 和相关的性质检测及光物性百叶窗的应用 透明木材制作方法 1. 采切木片 2. 溶解木质素 3. 冲洗木片 4. 漂白木片 5. 溶剂除木质素 6. 添加还养树枝 7. 抽真空 8. 静置成型 研究结果 我们发现以我们的最佳制作配方 制作出的透明木材 透光率可达66%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透明木材下面的文字 代表透明木材具有不错的透明度 研究方法透明木材应用探讨 我们有探讨发电能力测试 光物性测试 还有保温散热测试 研究结果 透明木材应用 左图是发电能力测试 右图是保温散热能力测试 透明木材的光物性测试 我们有使用六种摆放方式 上面这排是透明木材和木材的百叶窗全观 下面是透明木材的百叶窗斜放或是平放 第一个图是五百叶窗 它的内部亮度较亮 第二个图是木片百叶窗全观 它的内部亮度太暗 所以我们使用自制的光物百叶窗 它的内部亮度在此中间 较适合锐毒且亮度均匀 效果最好 那么我看 并确定的 订